乌塔与祭司的故事 从前雨林边境有隐蔽的部落族 其中乌塔是族里的医生 这一天族人上下切换重病 乌塔正想查明病因时 族人却一个个的相继离世 最后仅存少量的族人存活下来 但精通巫术治愈疾病的乌塔 始终没有明白是患上了什么病 询问族人却一个个支支吾吾起来 乌塔想到事发前 族人集体进入雨林深处 为了查明原因 乌塔离开了村庄 只剩一人来到了雨林边境 忽然他听到了一旁猎霸和猴子在谈论骑士 脸上还露出了惊恐之色 天生能听见动物与精灵新生的乌塔 至此明白深处有座神殿 里头住着雨蛇神 一群人浩荡进殿 雨蛇神雷霆大怒下 森林里的动物都惊恐了起来 其中一只猴子因为害怕被石化 猖狂地离开了 乌塔回想起族人身上的石头斑点 得知此事与雨蛇神相干 最后独自一人来到了雨林神殿 只见蛇神面对金树 露出了魁梧的身躯 乌塔连忙说自己是乌塔族人 雨蛇神闻言大怒 说你也是来读取胜果的 乌塔连忙解释 是来寻求治愈石化的方法 雨蛇神回忆起前日 那天族人上下终于发现了神殿 想要夺取里面的长生不饶火时 带领族人大举进放神殿 蛇神一身毒气自放而出 进犯者接壤上其毒 有的一瞬间化为乌勇 族人仓皇返回 乌塔听后连忙道歉 又为其承担责罚 雨蛇神看到少年曾经回过 让他成为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守护雨林神殿 至此乌塔在雨蛇神的神力下 变成了雨林祭司 乌塔回到了村庄 摘下了祭司面具 变回了那个少年 少年手持金果给村民们服下后 村民恢复了往常荣光 原来治愈石化病 便是神术里的金果 乌塔看见族人都恢复了健康 转身戴上了面具 雨林祭司将驱逐部落 运用自己的烽火雷之力 将村庄焚毁 看着村民们四散而逃 乌塔流下了泪水 最终雨林边境再无乌塔部落 只剩荒凉的沙漠 随后族人南下 离开了雨林边境 前往满山桃花的森林 而乌塔也在信守沉默 守护神殿安稳 乌塔回到了雨林 四处飘荡守护祭坛 无聊的时候 便和周围的猎霸猴子西西 听他们讲雨林的故事 乌塔也讲述村里的故事 至此 乌塔为雨林大祭司 承担观雨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